我抽烟 我喝酒 打麻将 不希望对方的经理条件有多好 也不希望他有多英俊 因为到这个年龄了 我不需要男朋友养我 抽烟 喝酒 打麻将 三毒 大妈 大姐的气场 大哥根本把控不住 不是一个三观的人 这哪是大姐啊 这是大姐大 这种女人一般男人驾驭不了 一般人找了也长远不了 不是这个年龄女人所作所为 不是一个频道的 第一个大叔相亲还骑辆自行车 第二个个子小小的 就长相而言都不匹配 女的长相不错 有气势 就是生活习惯不怎么好 看着大姐一头奶奶会 霸气侧漏是无人敢追 追求个性咱从不撤退 潇洒生活是永不后悔 大姐的座右鸣就是 我自由我快乐 大姐就是今天的相亲主角 名叫张丽南 57岁丧好 长春是人 社保退休 年收入三万元 张大姐平时爱好广泛 在家独处也不惜打扮 但咱气势就快扔一拿捏 管你谁来准保新闻服帖 在家干啥呢姐 每次看你这四搜搜屋呢 平时在家都干啥呀 平时也别傻事 一个人没有那么多活 也没那么多事 就很简单 我生活真的就很简单 平时还喜欢干啥呀 刷手抖音 打会麻将 刷刷街 就这样 哎呀 大姐就像那道鱼变壁虎似的 越活越抽抽 小红娘看了大姐的房子 确实也没啥特殊的地方 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老铁门坐的是她也坐 屋子也收拾的挺立正 这就是平平常常的生活写照呀 昨天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就打麻将了 对对对 啥时候回来的 挺晚的 是不是 外面下雨完了 就接着玩 我说人不留天哪 我说下午你咱不住打电话 那大不定下午点 打打麻将刷刷抖音 整整屋子看看电视 生活乐无边 张大姐觉得自己很少寂寞 偶尔和闺蜜出去逛逛街 旅旅游 泡泡温泉 做个私吧 那小日子才叫一个舒逃 大姐过着多少年轻人 都羡慕不来的日子 可是大姐热情乐观的背后 隐藏了一段伤心的往事 自己深爱的丈夫 前几年因病去世 自己一蹶不振 整肃整肃的睡不着觉 从此染上了抽烟喝酒的恶喜 确实啊 人们常说人自己才是最大的敌人 这话太对了 只有自己真心愿意去改变 才能真正有所突破 大姐后来总算是慢慢走出了丧腹之痛 这也很不容易啊 而对于那些抽烟喝酒的小毛病 大姐觉得无所谓 她是真的把一切都看开了 什么都放下了 这种豁达的心态 其实也挺让人佩服的 就像那天空的云朵 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对方经济条件有多好 也不希望他有多英俊 因为他这个年龄了 也不年轻了嘛 是不是 从颜值上各方面都不要求那么太大 人类心地善良 刚刚经济人员呢 他有经济独立的能力 就好 我不希望男朋友能养我 给我钱要我打麻将 给我钱要我放弃 都用我自己 活得很好 这东西首先要看云 是不是 如果人好了 没那么多要求 你不好呢 不好 不可能走一起 你还提什么要求 其实就只要看人家 大姐的家庭条件很好 家里做物流生意 自己年轻的时候 也是养尊处优 做生意这么些年 天生自带霸气光环 所以大姐也说了 这个年龄找老伴 不看颜值 不看经济条件 我前半生潇洒 后半生也不想为谁改变 咱们就是搭伙过日子 又喝 你看看那骑着小子车的 可不就是咱今天相亲的大哥吗 瞧瞧他那脚尖的身影 就知道他身体特别好呀 那骑车的样子 仿佛一阵风似的 活力满满 就像那草原上奔跑的巨蟒 充满了力量和生机 你好你好 刘大哥 你好 找得挺准的 走走 在这里吧 怎么上火了呀 咋的了 房子事 改名我妹的改 我放的不养 你的房子 不洗的房子 迎面过来的是今天的男嘉宾 看大哥这骑车的姿势还挺逗 有没有像乡村爱情里的赵四 相亲对象留意 61岁丧偶 长春是人 退休金3900元 你看把大哥急的 因为房子问题和姑娘着急上火 还说明天就把房本改名了 大哥在物业公司做维修工 平时兼职摆地摊 再算上退休金 一个月下来六七千多 现在老伴去世 和女儿生活 因为房子问题着急上火 大哥想着这以后养老都是问题 这大哥还真是火急火疗的来相亲啊 看来是真不想再跟女儿搞那些家常理短的烦心事了 就想赶紧找个老伴 过上幸福的小日子呢 就好像那儿虎铺时急于求成 我一个姑娘 姑娘在晚上 送她妈这个位的 没现在老伴死了 死了这么快 走着这么快 对 忘了 你还是 一个姑娘还是死到 上老的 我这 我也上个小 习惯死了四年了 姑娘想这些年一直在你这呢 她妈有病了 照顾 照顾 是不是她妈没想到 这不都去世四年了吗 去年她没走 我先搁这个 没行的 我俩整这么些 我又得放在锅里 都没过他们 我见大哥 我说这咋 上火 上火 你咋的时候 你看那个鼻子嘴 这块情话 你眼睛挖挖的 都没招 我感觉就是这批独生儿女 真的就是 太自私了 而且她的思维 就是跟正常人都不一样 大姐确实还不错呀 对大哥挺关心的呢 谈了喜这一代年轻人 大姐有她自己的看法 这也说明大姐是个有思想 有主见的人呀 就如同那黑夜中的明灯 有着自己独特的光芒 就像那老牛拉车 稳步卖行 对你们的不一样 钱有两千就整房子了 我把今天她那个 她那个养九斤 我拿钱几 姑娘啊 姑娘 她跟我商量 爸你看我 那你现在这点工资 都大姑娘谁 没了 你搞啥找老妈呢 那公司大 我现在想 这么问这不好意思 没事的 没事咱们说 我喝水不晚了 我房子 我现在这两天 我俩毕竟不毕竟的时候 我这个姐姐就房子事了 这谁谁抽点呢 我抽的 我抽的 你抽的 那天抽几盒 不一定 新疆好了多抽 那少抽点 新疆不好多抽点 多少是多少 多少是少 对呀多少是多少 一盒打底 一盒打底 两盒也是 喝不酒不喝 喝 有啤酒 这个看天气 要是天气冷了 就喝点白酒 天气热了 你喝点啤酒 就这样 玩不玩啊 打玩家呢 玩啊 他昨天下雨还玩了一天呢 吃怪的玩是该家玩的 哪都去 家里一定有麻雅鸡 看见 这就是麻雅鸡 哎呀 大哥一听大妈啥都会 还异常潇洒 这头都大了呀 估计他内心是五味杂陈呢 可能是既有点惊讶 又有点佩服 或许还夹杂了一些压力呢 就好像那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 对 这块就急 有时候朋友到这来也玩吗 对呀 我们以前做生意的 跟死人 我们都在家玩 刘大哥听到大姐这么一介绍 自己原先的老伴也是抽烟喝酒打架 大哥自己还是倒叉门 这么些年认老认怨 丝毫不敢说老伴半句不是 好不容易挤托 现在再找一个这样的 那不是有于便秘虎 越活越抽抽吗 给鼓养的 养了18岁 参加工作 以前我喜爱抽烟喝酒 那没啥的 原废夫妻那没啥的 我喜爱打个电话 成宿玩 白酒啤酒 紫牌 牌酒 麻酱 啥都会 这可真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啊 小红娘你这是咋选的啊 难道大哥真就逃不过 媳妇抽烟喝酒打麻将的这种运气了 这可太有意思了 就如同那猴子捞月亮白欢喜一场 眉毛上挂炮着货在眼前 我从来不好 其实不玩 不是不玩 说的太多了 那没啥那没啥了 你再取 我这几年 你也没学会 整道局里拉脚上公路 拉脚汽车 来货来汽车 往库里给你汽车 挣点十万 挣这个钱自己去摔着了 对对对 高速都上脚了 就上脚 然后兼金 连赠的车费 多了赠的费 全上脚 那可不 咱大姐说的确实在理 她的情商真是高得很大 那话里话外 全都说进大哥心里去了 就像她对症下药 一下就集中药害了 这大姐可真是不简单的 就如同那诸葛亮舌战群如 全凭一张嘴 我说大哥呀 咱这格局还得打开点 好了大姐的第一次相亲失败 两人格局 价值观完全不同 不是一路人 接着来看一下一个 相亲对象韩金贵 57岁李懿 长春市双阳屈原 企业在职年收入三万元 韩大哥看着是光头 其实人那挺斯文 两人见面后就互相打量起来 接着就开始参观大姐家的房子 边看边聊 小红娘也在旁边积极打人场 说大哥本想来带点东西的 只是没找到超市 行了 那就让两个人坐下来好好唠一唠吧 韩大哥对大姐的第一印象就是大姐这人挺厉害 大姐对大哥的印象呢 是没看上演员不对 这不上来就先亮明自己的缺点 看看对方能不能接受 我抽烟 我喝酒 打麻将 逛起烟 你就是抽烟 会抽烟 会 喝酒 一会可以抽一喝 完了就打麻将 对 平常跟他打麻将 昨天打了一天麻将 打多大麻将呢 不一定 要跟朋友玩呢 就玩小一点的 完了 这个就分这个圈子 今天玩麻将什么圈子呢 是这样 哎呀 大哥听了大姐的这些特点后 立马就进入沉默模式了呀 这反应也是挺有趣的 估计是在心里默默盘算着什么呢 或者是一下子有点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 就好像他被双打的鞋子黏了 平时接不接触这些 反正我 我就是 就是老的 我不打麻将 我就是 我就是 没事的 就是下班 没事晚上的时候 就是下棋的 然后就是溜达溜达 就是属于 挺高雅的这个 烟酒呢 酒也就是一般的 那酒也就是 今天你说 那晚上有时候喝点啤酒 晚上也不喝白酒 烟不愁 烟不愁 也没什么乐趣 你这是不是 你总是逛街景 没那么多衣服买 啊 楼上楼下 一边就 唠壳唠啥 是不是 所以说就是 打个麻将 刷刷抖音 看个电视 我的生活很随意 就是 没有过高的要求我自己 大姐的生活很随意 不可能为谁去改变 半辈子都是这么活的 大姐认为 男方你要能接受 咱就接着往下落 接受不了 咱就没必要 担心就是这个女方 现在都 多少要求都高 说要多少钱了 后来都猜离了 是不是 大哥一看大姐 都把自己的特点 给抖落出来了 她也不甘落后 呀 马上就开启了 要钱模式 这是想先把 大姐的嘴给堵住呢 这大哥还真是有意思 这招出的 让人有点猝不及防 就如同那狐狸尾巴藏不住 那你没有 我要干嘛去要去 那谁给那么大呀 对不对 就那天咱们就是 咋的得给你买点啥 你不能像你白了大 说你是空手 说给你 说给你取到家 取到家了 咱们怎么多少钱也得花 大姐年轻的时候 也没要过彩礼 也没伸手要过东西 人说老公给买那是惊喜 不买自己也能赚 哎呀 至于大姐自己找老伴呢 也没想着依靠老伴生活 大哥一听当然高兴了 心想这大姐可真是百里挑一啊 还想着要是能在一起了 自己肯定的买点啥 表示表示呢 看着两个人聊得还挺有戏的呀 结果却出了腰娃子 可把小红娘给愁坏了 这可到底该咋办呢 你女儿是也结婚了 我女儿现在没结婚的 现在她是25的 现在是完美的相 今处是你 现在就是没成交 到这年龄呢 你有你的孩子 我没有我 我的孩子是不是 肯定她要分心的 肯定要牵扯 从经济上 从经历上 肯定要牵扯 一旦她结婚了 她去接地访问 她有孩子 她要求你 这么的那么点 是不是 我自己刚刚就没啥处的 没太大努力 不像那个儿子 对 都像儿子 对 因为她终于是小丫头 她结婚了以后 她再早退香 早退香了就好了 一系列这些事 也是很难整 我把她的陪下人 我已经都准备好了 不会影响 我们在一起的生活质量 是啊 大姐谈到大哥女儿 还没结婚的事 就开始担忧起来了 生怕到后面 自己还要给大哥的丫头 准备结婚的经济问题呢 这大姐考路的还挺长远 也确实是个实际的问题啊 这个就没问题 是不是 如果你要多证 那你就可以 是不是 看条件说话 对对对 你得有一个条件 你能说话 那你不能说 拿我的工资 或拿我的生活费 去给你 去 去做什么事 那可能是不行 因为谁生的 谁负责任 不生的 干嘛要为你 做出那么多 关于大哥的女儿 没结婚这是 大姐有欲了 怕以后影响生活质量 如果大哥你陪下准备好了 你再来相亲没毛病 你现在家庭这便不利索 大姐是坚决不同意 按照大姐的话说 那你不能拿我工资 去帮助别人 谁的女儿 谁的养 得嘞 韩大哥张大姐相亲失败 日子就那么短 能潇洒一天是一天 姐的世界你不懂 交个男友没啥用 好了 又是潇洒的一天 我是爱你们的星空 请关注不迷路 星空每天带你乐呵一下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